再来问 这个布施的福德 怎么样让它不断地增长 答曰 应时时故得福增长 应时 应时也得随时即刻也是应时 再来就是顺应恰当的时机 恰当的时机 这很重要 比如说有一个人快要往生了 你送给他一个精美的闹钟 这样事实吗 那不是吵死人吗 这个就不应时了 那什么时候是应时呢 如经中说 比如说饥饿 给他食物 或者远行来时 走远路 各方面都缺乏 或者是空旷的显道 给他布施 或者经常布施不间断 或者时常念布施 不是说我一布施下不为力 但不会这样 布施的心一直持续 这样的话 布施的福就会增广 如之前谈六念的念舍中说 再来若大师故得福多 如果我们行大布施的话 得的福也比较多 或者说看福田 我们布施给好人 或者是佛 贤圣 或者是施者跟受者 双方都清净 或者决定心施 不要三心两意 或者说不是透过别人 委托别人给自己亲手来奉献 财务布施 或者说 所思的东西不一定很多 但是尽其所有 像有一个老妇人 她想要供养佛 那她一无所有 要燃灯的时候 她就一头长发剪下来 去供养佛 这是尽谁她的所有 能够全部拿来布施 或者拿东西来布施给别人 比如说用医药 布施医药 让人家的病可以得到痊愈 交与勿施的交字 有病痊愈的意思 当然也有交给的意思 当然也有交给的意思 感谢观看